大家好,欢迎收看,冒声说。 我们能理解金融危机、经济危机以及债务危机的本质。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,我们才会看到所谓的股灾以及房地产泡沫。 大量的资产所在这些资产板块里,表面上是货币、是现金,事实上大部分只不过是杠杆,以及股票未来的价值在今天的折线。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概念,那就是未来价值在今天的折线。 比如说,一家上市企业的股票,我们认为它的业务将好转,它的业绩将大增,于是它的未来价值就不断地攀升,并且展现为我们所看到的眼前的股价。 此时,如果我们想要套现,我们就可以找到,愿意以更高价格买入我们手中股票的另一个人,并且将我们手中的股票换算成今天的现金,也就是我们眼中所谓的财富。 为何此时这个人愿意以更高的价格接手我手中的股票呢? 因为他们预期这家公司股票会继续涨下去,因此他们愿意支付这个手中的价格,给我现金。 而这家公司是否今天的业绩已经好转呢? 可能这家企业将好转,也可能将恶化,甚至可能一直盘整不涨不跌。 但此时,我已经选择把这家企业的未来价值在今天卖出获取到了真金白银,那么这就是所谓的折线。 那么,房地产市场的逻辑也是如此,股票,相对来说,是我们持有上市公司权益的一小部分。 那么,房地产市场更多有实物,看得见摸得着的房子,起码是使用权。 房地产的价格也是未来房价的折线。 当大家对于未来房产市场预期好的时候,我们会动用银行给我们的杠杆,并且支付一定比例的首付。 这个时候就能购入一套房子,并且通过锁定30年的贷款进行偿还。 本质上来说,这个房价也可以认为是我们未来预期30年收入的折线。 银行提前借给了你,然后你要还给银行。 如果此时房价上升,或是银行预期未来房价上升,那么你的抵押物在银行手中就更值钱了。 如果你转手卖给另一个同样看好未来房市的购房者,那么你就能够套现今天的现金。 这个现金同样,是未来的预期价值,今天折线给你的。 那么此时你的债务将由另一个购房者接盘。 而你满手现金从银行走出来。 而对于他来说,他的房子同样也是未来30年收入的一个折线。 因此,这整个信用周期我们就看懂了。 当热钱涌入,投资机会不断增多。 热钱开始在股票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重复以上的动作。 表面上来看我们积累了巨大的财富。 然而这些财富的本质,却全部是未来预期的折线。 本质上是认为明天会更好的一个溢价,它并不是今天的价格。 如果此时经济的引擎开始不断减慢,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,巨大的房地产市场成为了定时炸弹。 因为这个时候,人们的投资预期开始转变,人们开始不看好房产。 这个时候,大家为了减少压力,集体开始在房地产市场抛售。 这个时候,价格就撑不住。 而购房者也无法支付相同的现金流, 因此价格就会出现拥挤下跌,抛售的情况。 价格预期相对来说是比较好转变的。 比如,吹个牛逼,忽悠几句,房价会涨,明天会更好,鸡汤一下即可。 但是问题在于,人们手中的现金流却是由于财源降薪,业务下降等不断减少。 当全球都进入经济衰退,你的客户手中开始拮据了, 给你的业务以及利润自然少了许多。 而此时,同样的房贷,即便把利率调降对于收入锐减的购房者来说, 更是无法承受的痛苦。 而此时,无法持续找到现金流支付房贷的, 就只能够想办法法拍,或是尽快出手。 这个时候中介会劝说我们房价会涨, 这个逻辑本身是有巨大的问题的。 因为房价的成交价从来不透明, 你甚至不知道你的邻居实际上是以什么价格成交的。 而且,用一线城市的超级豪宅,不卖, 然后通过罕价来固定住一线城市的房价, 是很扯淡的行为。 因为房市的主体并不是超级豪宅, 而是经济适用房, 而是普通的两房到三房, 这些房价才是整体房市的主体。 金融的本质是未来现金流的应用, 以及杠杆的应用, 本质上是预期的游戏。 当这些未来的预期, 经济增长,或是房价增长消失了, 现金流枯竭, 这些未来的价值以及债务都会如同纸片一样坍塌, 最后形成金融危机或是债务危机。 而当这些资产被抛售, 支撑这些价格的本质上就是杠杆, 就是借来的钱, 或者说是把未来的钱磨用到今天用, 或者是说折现到今天的价值。 当资产价格快速收缩的时候, 这些债务就会被消灭。 这才是债务危机, 金融危机, 经济危机的本质。 最后, 感谢你的收看, 我是茂生。 要是觉得视频还可以的话, 麻烦订阅我们频道。 您将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更新通知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